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人民气象事业进入新的纪元 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尚未结束 美帝国主义又将战火烧到鸭鲁江边 考虑到气象警报与军事行动休期相关 气象部门将首要任务定为为国防和军事服务 气象信息的传送再次开启加密模式 并被列入国家机密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器 一次灾害性天气就会给人民群众 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 农业和渔业对天气预报的需求尤其强烈 1953年的这次寒潮提醒人们 气象工作要更加照顾到全国人民的需要 而毛主席所说的 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 意思就是要多向老百姓发布天气预报 1953年7月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也已经开始执行 工农业越发需要天气信息指导生产 气象信息的解密也由此提上日程 不过要想让天气情况公布于众 首先得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 这对气象工作者而言 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天气预报它是依赖于 就是说我们从各地收集到的 观测的结果 然后汇总以后来根据这个物理的机制 然后再来去做预报 当时就是在中国只有一些大的城市 有一些很有限的观测站 基本上没有有效的预报是这么一个情况 天气预报是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天气变化 所进行的事先估计和预告 它依赖于各个观测站提供的基础资料 因为天气它就像我们空中的空气 它是一个连续的 从空间上你说全球对吧 所有的这个气它是在流动是连着的 所以你只有一个点两个点 观测它是不够的 它要上游所有的都有 我才知道整个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 才能去做预报 近代以来的长期战乱 使得中国气象观测的基础建设 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时 整个中国仅有101个气象台站 中国的领土经纬跨度大 地形复杂 101个气象台站的数量 相较于辽阔的国土面积 实在是微不足道 气象观测站数量稀少 预保工作就如同无比之吹 一切服务都难以开展 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 该如何拉开呢 其实有一位气象学家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 就已经做好了建设中国气象台站网的通盘计划 这便是军委气象局的第一任局长 图长旺 作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气象学家之一 图长旺深知 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之路 艰辛而遥远 眼下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 至关重要 图长旺宣承担任第一任局长之后 他就开始进行大规模气象的建设 这个大规模的气象建设 首先就是布局大量的气象台站 为了满足大规模气象台站建设的需要 图长旺计划的第一步 便是开办气象观测人员训练班 现年86岁的李泽春 回忆起当年参与气象台站建设的经历 依然记忆深刻 我在训练班 学习了两门课 学习观测业务 学完了分辨到 秦岭大巴山 中间建的一个气象站 我们三个人 这个气象站 是从汉中到缅县 然后到绿阳 走了四点 为了让气象站 覆盖到中国的每个角落 当时气象人员们 建站的地点 往往都是交通最不方便 生活最艰苦的地区 在青藏高原 在戈壁沙漠 处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就是我们这批一个同学 分到四名山 到芝加 四名山山地 一到了夏天 那雷打得不行 雷打到观测室里面去 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掌握了全国多个点的 气象资料后 还得需要有高水平的 气象预报员 对其进行分析 才能得出准确的天气预报 在着手建设全国气象台站 的同时 图长望还得解决另一个难题 那就是这些高水平的气象人才 又从哪来呢 1950年冬 到火车站 到火车站迎接 当时还是助理研究员的 陶世音先生一家 图长望还写信给海外的留学生 号召他们回国效力 叶笃正 谢一炳 顾振潮 诸和周等 一大批气象人才 冲破重重阻挠 毅然归国 为了组织各单位的 气象科学家们 共同工作 紧接着图长望 与中国科学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赵九章协商决定 将该所的部分精锐人才 借调到气象局 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 简称联新 中国科学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陶世炎 成为联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他是联新的副主 负责就是要组建 请我们国家的天气预报来 作为新中国气象预报事业的开拓者 联新的科学家们 并不受其他国家的天气学理论所束缚 他们总结出 合乎中国所处特殊地理环境的天气系统 培训了大批天气预报人员 中国现代天气预报业务 也由此起步 当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建设 即将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时 一场对新中国气象预报水平的考验 不期而至 1954年7月 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 工业重镇武汉危在旦夕 洪峰高出历史最高纪录1.45米 并且持续六天居高不下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陶石岩等气象工作者们 所做出的天气预报至关重要 武汉是很大的一个工业城市 对吧 经济总量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 而且人口也是很多的 那淹了不仅是经济损失 会死很多人的 为了保护工业重镇武汉 防汛指挥部在上游的京江 采取了分红措施 缓解了防红压力 然而灾情却依然十分严峻 气象部门能否提供 准确的实时气象信息 是决定抗洪抢险工作 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陶石岩跟我说是周恩来总理 就坐镇在他们这儿了 就是报这个上游的雨 要求他们能够报出来 以便中央来决策 暴雨何时才会停止 水位会不会继续上涨 经过与团队成员们的 反复会上 在暴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时 陶石岩却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预报 他根据这个预报 和他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 分析 就是说再顶一顶 再顶一下 洪水就会退下去 因为在当时是这个雨量 这个雨水是不断地下的 中央领导人都很着急 武汉那边也更加着急 当时就叫武汉保卫站 果然 在陶石岩上报的这一预报结论后 暴雨很快停止 水位也不再上涨 工业重镇武汉终于成功脱险 那么到了五六年的时候呢 就把陶先生评为的全国先进生产者 是非常难得的 气象工作者们在武汉暴雨保卫站中所做出的贡献 验证了新中国气象事业建设的成果 也意味着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已迈上了新的台阶 颁令全国人民振奋的是 不久后在浙东沿海地带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强大的陆海空协同方式 对一直盘踞在此的国民党军队给予了痛击 1955年2月13日至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及外围列岛 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趋于稳定的国内局势预示着 气象事业将进入全面为老百姓生产生活服务的新天地 气象信息的解密也已经势在必行 1956年气象观测站的数量 已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的101个 发展到了1377个 中央气象局局长图长旺 开始酝酿气象解密的计划 1956年3月 图长旺代表中央气象局 向中国中央国务院承送了 关于取消气象保密的报告 一个月后喜讯传来 中央气象局接到指示 周恩来总理已经同意天气实况 天气情况和天气预报使用明码 使用明码的意思 也就是不再加密传送 要彻彻底底地对外公开 1956年6月1日 中国的百姓从广播里得知了一条爆炸性消息 即日起 天气预报将向公众传播 以后大家每天都可以享受到天气预报带来的便利 在当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人们也第一次读到了天气预报的信息 虽然和现在的天气预报相比 它的内容显得有点简单 但其中却凝聚着新中国无数气象人 智风沐雨的艰难打拼 从此 公众气象服务如鱼得水 有了广阔的活动天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 天气信息已通过报刊和电波 传播至全国各地 但海峡对岸的台湾省 却一直处于信息封锁状态 直到1972年8月14日 这天一份来自中央气象台的天气公报 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报告中显示 第九号强台风将影响台湾省 在台湾地区 不少百姓都以捕鱼为生 而台风正是威胁渔民生命安全的最大杀手 看完公报后 周总理当即提笔批示 可立即经气象局系统或经总证 告我福建前线 用作向台湾同胞的宣传消息 告以预防台风袭击和祖国同胞的关心 彼时的海峡两岸兼兵重重 但一家人的天然连结 让人不由得惦念对岸同胞在台风天里的安慰 不过这个台风警报要怎么传达给台湾人民呢 其实早在1958年8月 为了向对岸同胞进行广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组建了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很长一段时间 这都是台湾人民可以从大陆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接到周总理的批示后 立即开始编写对台湾广播的台风警报稿 在正式播发前 周恩来又亲自审定了稿件 他在稿件的最后加了一句 祝祖国同胞晚安 正是这样一条充满温暖的台风警报 向台湾同胞送去了来自祖国大陆的关切 拉开了大陆向台湾海峡发布天气预报的序幕 几个月后 时任福建省气象台副台长的纽旭凯 接到了一项重要的指示 周恩来当时就跟我讲了 他说台湾渔民正当有的我们这边生产 渔年生产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把雨波的范围 扩大到台湾海峡 他的这个任务是周总理下到的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专门开辟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 每天向台湾同胞广播天气情况 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福建省气象台 福建与台湾虽隔海相望 但由于海峡两岸地形较为复杂 要想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 并非易事 大概有20年了 那次海峡两岸是处在封闭的状态 气象资料都是空白 为了解决资料缺失的难题 福建省气象台的工作人员 深入海区调查 广泛收集海峡地区气象资料 专门写一些研究文章 看看台湾海峡的天气 跟我们陆地的天气有什么差别 总共那时候写了十几篇的文章 专门研究台湾海峡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福建省气象局 又在沿海 当时建立了很多海洋气象上 收集台湾海峡的实施资料的实况 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个人员一个是不战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 1973年10月1日 福建省气象台 终于正式向台湾海峡地区 发布天气预报 现存于福建省气象档案馆的 这份天气图 记录下了当年 那富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端 主要的都通过 省人民广播电台 和福建区一些 解放军的广播电台 全外公开广播的 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数 一天三次 如果有扎爱兴趣去 那么晚上23天 再增加一次 四次 海峡地台那一边 一天两次 台湾海峡天气预报 不仅是两岸同胞 互通骨肉知情的纽带 也成为海峡两岸渔民 安排生产活动的 有力助手 台湾海峡天气预报 台湾海峡天气预报 播出之后 台湾的移民反应还是比较强烈了 听完以后 自己就感觉到 我们这个大陆 对他播的天气预报 比他台湾播的天气预报 觉得更有参考价值 对他们更有力 此后 这个凝结着同胞之情的 台湾海峡地区天气预报 每天准时通过电波 响彻台湾海峡上空 1979年初 大街小巷春潮涌动 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 老百姓在衣食住行上 也有了更高的追求 当电视机悄然进入 中国人的生活 中央气象台的工作者们 开始酝酿着新的气象服务手段 电视天气预报 通过电视来播出天气预报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播音员 来直接来介绍 我们当时已经发生过的天气实况 和将来要产生的天气过程 能够让老百姓接收到更多的天气预报信息 中央气象台与中央电视台 合办天气预报的计划十分顺利 但在主持人的选择上 却犯了难 因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可能对气象方面的业务不是很熟 可能专业知识也不具备 为了要把这个节目做好了 那么我们比较选一些 就是又懂专业 而且普通话讲得比较好的这些人 25岁的李源 是位中央气象台的甜图员 他长相标致 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自然成了第一期电视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 现已年进古稀的他 回忆起当年的经历 依然满是感慨 要说骄傲还是觉得挺光荣挺骄傲的 这也是实在赋予了这么一个机遇 1980年7月7日晚上 中国历史上第一期电视天气预报节目 就这样与观众见面了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新闻稿嘛 然后就是拿着新闻稿再念 可能就是让你新闻稿的 可能说完了呢 大家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东西完全能够消化 能够理解 那时候实际上还是在摸索 遗憾的是 早期的节目资料并未留存下来 但正是第一代制作者的用心摸索 让这种贴近百姓生活的天气预报形式 随着电视的普及 走入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中 后来电视天气预报 又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升级 发展成为如今亲民而贴心的模样 现在的播音员讲的这个天气 有些口语化 这都是在不断地探索摸索以后 不断经过加工提炼 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更能够接受 能够通俗易懂 距离一九五六年气象信息解密 已经过去了六十多个年头 六十多年的风雨相伴 天气预报不仅广泛服务于人民的生产生活 还成了记录社会变迁的一种表情 更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温暖记忆 岁月流转 天气预报变了 变得更贴心 也更与时俱进 天气预报也没变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始终热忱 岁月灵